強心帶來關心新聞焦點 美國50周民眾在華府大遊行 要求左派停止竊取大選 川普律師鮑爾表示 中美聯計票系統竊取了數百萬張川普選票 APEC部長會議今晚召開 台灣政府雙部長將讓世界聽見台灣的聲音 美國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經過NASA認證後首次任務 成功送四名太空人升空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陽太板間8點新聞